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四川非常常见的家常豆腐 做家常豆腐一般都选择这种胆水豆腐 也就是老豆腐 豆腐清洗干净后先把它切成片 从中间切开 再从对角给它切过去 然后切成片 这样子切出来就是三个型的 好看一点 我们再来准备一点钱加入 可以稍微肥一点点的 切成薄片 再来准备一点蒜米老扣给它配一下 然后打斜刀切成结 再准备上一点姜葱蒜片 锅里下入少一点油 然后下入切好的豆腐给它煎一下 直接用大火把它煎至两面金黄 豆腐全部煎至两面金黄 像这种就非常的漂亮了 这下我们先把它露出来避孕 锅里面留上一点点煎这个豆腐的油 然后把切好的肉给它放进去爆一下 肉炒香过后把小尿给它倒进去 就上两颗干发酵 再来上一点四川豆腐 老抽酱油 烹入料酒 下入将才煎好的豆腐 加入两瓢水 调味一点白糖 滚干酸辣 酱油 烧开过后转小火 给它煎五分钟的时间 把豆腐煎入味 这个豆腐已经烧来差不多了 这下我们就用水淀粉给它勾一个薄芡 然后下入将才切好的蒜米 淋上一点明油 和匀之后关火 出锅装盘即可 这个颜色你们看到可以不可以吗 非常好吃的一道 家常豆腐就做好了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川味浓郁 开胃下饭 喜欢的点赞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解散 最后还还是我来给大家尝一下看这个味道种模样 豆腐的外面非常的香 而里面却是非常的嫩 入口就是浓浓的四川家常味 这道菜就是一道不折不扣的下饭菜 大家都学费了吗 家常豆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在这里就下过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